歡迎來到最新一輯的創出時機,我是你主持人時景行 今天很榮幸邀請了亞洲企業家教練,鄭凱銘先生 我認識了你幾年,在你身上學了很多東西,謝謝你支持我 因為我偶爾會 mentor 年輕人的創業 都是比上我的經驗,或是我的朋友聽到的經驗,或是看書 但你做了二十多年,所以很多年輕人問我的事,我都回答不了他 所以今天有很多問題想問你,如何創業,如何設立公司的股權 爭拗位在哪裏,如果公司大了又如何,有種種問題問你 先講講你的背景,聽說你是卡片王,卡片王是創辦人之一 跟Tony當年,都二十多年,宣傳二的時候 2002,食剩肉水,宣傳二時最出名的 算是肯付錢,何時開始做教育培訓,為何呢? 其實在做卡片王的時候,都已經是做企業培訓 如果譬如你說,我想上網已經很多都找到我的資料 其實我以前跟你一樣,再之前我是做電腦的 在香港算是這樣做得不錯,很快的身家已經去到勁速膨脹 30歲我退休,剛才是1995年,有甚麼做呢? 賣樓,因為歷史又未留,如果沒有退休就不是這樣,我改寫 沒錯,我簡直是over,over這樣可以炒,一炒就紅三半 其實上網已經看完我的故事,何時深紅? 是的,深紅,因為電腦業也下滑了,那 cash flow 怎樣好呢? 只剩下 cash flow,那就最好,然後魔貨,總之躲藏,看也不看 直到1999年就正式破產了 這麼嚴重? 沒錯,1999年,上網很多人都知道,書、雜誌都寫過 你那個人生起跌也挺厲害的 現在你想想,這麼多年後就好像人生很小,現在沒甚麼感覺 我想是幾十年後,但當年對你的生命,因為我經歷過幾件事 都很嚴重的,晚上睡不著覺,家庭屋閉,天天聽支援電話 你那時候怎樣面對呢?不過很多人都一起和你面對 很多人都在面對,我那時候貪多熱,口爽地說 如果我這樣,房子都會這樣輸,應該全香港人陪我 真的 破產之後,又找事做,又不是這樣 那時候不流行分散投資,不會說我放三萬一的錢在香港樓市 我放少少在美國的債券,那時候沒有那麼透明 即是香港人就買回香港的東西? 是的,看股票也要看書學,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做電腦的時候,我跟了很多美國不同的大師 台湾的大師,我學了很多motivation 或者一些生意的哲學,那我就嘗試一下 從那時候開始 即是你沒有試過退費,或者怎樣 即使什麼都馬上彈起來 因為我家人支持,我最擔心的時候,那時候我住在洪山半島 我跟父母專門來到,很認真,很慎重地跟你說 我說,我想破產 誰知道我爸爸媽媽說,你懂得這樣想就好 媽媽根本已經頂不了你做事了 最後過她的關,我就自己申請 我自己申請,到那時候我就嘗試一下,把我以前學的 因為之前其實做電腦都成功的 然後就嘗試一下,把那些方程式方面都這樣說出來 但原來這個世界真的很殘酷 你是一個破產仔,其實沒有人理會 就像周星馳那些咬著雪條 就是沒有人理會 即是她不喜歡你,就拿那些人來唱你 但是不認識你那些人,對你沒有什麼 不認識那些人是沒有什麼 例如我會讚你 你可以這麼低,你都不會頹廢,立刻彈起來 或者最少心態上,是一個很難得的 太太支持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沒有什麼欠街數 我是欠銀行數 最後不是很成功 那時候2001年的時候,就在想一想 不如我放下吧,我不交一年 我要將我自己講的東西,我自己做出來 如果是成功的,我就繼續講 那我就創造了卡片王 那時候是怎樣認識Toni Toni本身是我成長課程的同學 我跟他合作,他就是電腦人 我本身是讀設計 你們算是顛覆了行業 以前是一張卡片怎樣怎樣 一次過這樣引發,然後這樣戒 所以成本上是便宜很多 這也是關乎生酬之道 區隔一定要窄 窄到一想起,就想起你 窄的市場是要闊的 所以我不會叫鐵紫黃 紫黑黃 你再說一次,區隔要窄 你做的生意一定要窄 一想起,就想起你 區隔要窄,但市場要闊 市場要很大 沒錯,所以我不會叫鐵紫黃 每個人鐵紫黃 因為鐵紫不能做,太闊 對,但卡片是誰都會 而且卡片的轉動頻率有多 大家創業那些,記得這些方法 我一直都說過那些方法 那時候做得挺好的 對,到卡片王最後,我就高價賣出了 你的股份 對,我的股份 我自己在新加坡再發展 通知在澳門和大陸發展 我就再開始我的討論 誰知道我一開始那個討論 很多人看了 對,就爆了 即是你有卡片王的知名度 對,就由真正2003爆,沙士的時候爆 主要是說怎樣做創業 要看什麼位置 生意模式 而現在近幾年就說了吃杯模式 對 剛才說吃杯模式沒有人聽 什麼管權 各樣 那你都是在哪裏講 你自己在哪裏都要進修 沒有停過 明白 為何今時卡片王停 我都白白問 為何今時卡片王不再播宣傳2 其實挺好吃的 不再播宣傳2 因為我覺得很浪費 我和Chris熟 如果他沒有停播 Chris不會有宣傳2上位 其實有很多原因 因為當時我和Tony分開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想在中國發展 我想在新加坡發展 我想整個亞洲去行 沒有對錯 但是你所投入的資金很重要 要是我要了 要是他要了 所以之後 香港Tony自己就不賣 而且他就開始了 所以他就把那些錢移到他那裏 是很浪費的 即是想起的可能 可能會繼續做 那之後就全職做企業培訓 之後也是全職做企業培訓 那這個同學生意也有分投嗎 沒錯 但我投很少 譬如10% 我給的就是真錢和資源顧問 對他有幫助 對他有幫助 而且他不會為了我10%搞 因為我的平台全部都是企業家 起碼過萬個 其實我可以不斷很多事情對接 所以一般就不會 明白明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有什麼要做 我最成功就是麵包台 我很多朋友都在你們有節目 我都上過做訪問幾次了 為什麼會搞麵包台 麵包台一直起步 那個原理就是面向中華包羅萬獎 到最後的焦點就是做國內市場 現在85%左右都是整個大灣區 10%左右才是香港 所以暫時是唯一一個 我們可以上到國內的台 不用翻牆 那你的台在國內看不是Youtube 應該是用什麼 就這樣上網就找到 不用翻牆 那不錯 是不是你國內的關係好 一定有些 有學生 明白明白 不是說你的節目都很重要的 哈哈哈哈 我都沒有怎麼說自己的 所以我想問你就是 現在越做越大 現在有多少人看到 最Hit的Show是什麼 其實現在不多 剛剛的Channel可能更多 如果譬如現在平均一百三十萬左右 一百三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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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佔了差不多八成是國內 香港其實是幾十萬的 一天都可能一百萬 但你懂得聽廣東話嗎 大灣區OK 我們不會理會 所以不是北京那些都不理會 不理會 在Google 不是有Google Analyzer 我們會看到有些黑龍光過來 但可能就是just for fun 我們不會理會 因為無論是方針各樣 廣東話又廣東話是一些得意市場 所以都夠了 不要太貪心 那你想想 怎樣用麵包台這個平台 和企業培訓 有沒有什麼Synergy 或者協同效應 會不會怎樣混在一起 其實就沒有什麼 這個是一個Media 有時候未玩過 挑戰一下 都幾好玩 去玩一下 這個就跟本身策略上沒有什麼 但是玩這些Media 就真的要花錢 還有要放心機 明白明白 剛才開節目之前 都跟Yessi Sir聊過 其實多謝你 你說欣賞我 我們有共通點 就是我又要說一下 打不死 不是打不死 其實不是打不死 是活該死 很多事情就自己衝了頭下去 其實自己自我反省 其中一件事就是性急 就是沒有耐性 人家說你做一下驗身 其實我應該做很多事情 我自己不知道 有些人說我幫你搞 很便宜 可能全部包了費用 六七八萬八百萬搞定 你付了錢之後 就不斷加錢 由頭到尾 你連自己地方 代表所有東西 都要八球 都不可能七八 我那時候都四年前 都可能差不多 但就沒有 我最後花了二千多 老實說 我是去到Hearing 我到Hearing 才花二千多 但他答應我 去到Hearing才花八 他三倍 所以很多人問我 應不應該搞上市 今時今日 我就覺得 如果你的公司 像中小企業 幾千萬一年賺的那些 就不要搞了 你認不認同 你找個M&A 給紙字 你找個M&A 如果你真的想賣 就找個M&A 搞它 如果你以為我拿來脫身 你就會看到 例如一般幾樣東西 人工越來越貴 又越來越難請 租金越來越貴 但是市場越來越低 這些 如果你有能力 在現在 2019年這些環境 你都能夠M&A 那你就會厲害 但上市都沒有 現在 譬如你賺幾千萬給你 首先四件事 如果你賺錢 你轉不到主板 你真真正正 重新排博 不是轉不到 重新做過 你真的公眾的Public 不能賺錢 不能賺債 即是賺錢 除非你找自己人 自己人都不用想 你說威的 我經常說威 我想你80年代 90年代都挺威的 因為你上市公主席 或者是剛剛推出來的 即是TOMTOKM年代都是威的 譬如你在一群人面前說話 你上市公司主席 威威一下 有個年輕人走過來 陳先生 我是證監的 麻煩你解答這兩個問題 否則明天就除你牌 其實現在是很多 尤其是年輕人 我覺得真的有很大壓力 很多人不知道上市後 他們的規管規範 其實那個自由度是更麻煩 如果有數的就真的沒有 以你這麼多同學 和你滿門的經驗 通常有人問你上市 你會怎樣跟他們說 有多少會失去 有多少成功 最後得取的教訓是什麼 或者是有沒有幫助到 他做大公司 通常一般 我第一時間 第一句一定說 你有沒有報稅 各樣是否跟足 不是的 要先交換 要先交換 第二件事 我都會問 其實你最後 想上市背後的同機 例如為了刑 年輕人通行刑 叫做刑 為了雜誌 如果你刑的 那你就在美國拿一張OTC 一張花紙 百多萬 拿一張花紙回來 我也是叫做 上市主席 也有個想法美國上市 但不是這件容易的過程 因為有時候 他們如果雙用模式 都沒有搞定 通常我一般都會叫他們 回答我一些問題 如果他們連基礎問題 都回答不到 他們說 當這些錢進來 我賣廣告 我就會有生意 這些我不會接手 為什麼賣廣告 就會有生意 我們做VC 我們一定會問這些 因為他們都不會投的 當然 通常都回答不到 OK 發夢的 很多都不聽你說照顧 是嗎 都不是 聽你這麼多 當他設定過程的時候 他已經知道很痛苦 其實已經知道很痛苦 所以他又聽到你說 你在他心目中也有一個很高的位置 像你所說 真的認識了你的話 真的好一點 至少他先過第一步 等於你說自己講英文講得多好 和美國人講得啪啪聲 他不像你小時候 在那邊讀書 你是不是先搞定基礎 你都還沒搞定 但你在搞定的時候 你會痛苦 那你又不要發夢 十幾個都會發夢 例如一個年輕人搞沙粒 剛才講過 合夥 大家兩兄弟一起搞 兩兄弟就說 你不要五十五十 很拗死你的 我跟他抱頭抱頸 你跟他抱頭抱頸 你結婚你老婆 不跟他老婆抱頭抱頸 通常這些位置是怎樣壞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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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已經結合了 最後 在想著問我的 在想著問我的 在想著問的時候 你早點去介紹他 例如 我當四個障礙 ABCD 一個是出錢又出力 一個是出錢不出力 一個是出力不出錢 一個是出力不出錢 一個是只出資源 資源就是Network 我找到客人 我有代理 我有註冊 我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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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例 假設四個人合作 就一定不會是 例如一百萬 就不會每人二十五萬 二十五萬 二十五萬 對 出錢當然會出多些 對 因為出錢又出力 那個應該是 在合夥人之中 劉關章應該是劉 是最佔比例高 對 出錢又出力 就是佔40% 對 如果大家當作二十五萬 是 出錢又出力佔40% 是 接著是出錢不出力 是 這個就是30% OK 這樣出資源的 20% 是 出力不出錢 只有10% OK 你會問為什麼 假設我和你是partner 這樣 搞一個迷你倉 不要緊 我大正 我抬抬抬抬抬抬 沒有問題 我出力不出錢 但是當公司一上了 他出了多少力 其實是不用我的 玩下手 我連management都未必能盡到那班工人 沒錯 其實在三個出資源、出錢、出力的人之中 出力不出錢的人 基本上是不出力的 就算是做洗碗公司 或者做炒仔公司 都不會 一般我們會議是這樣分 而且每一個人會有價值 或者這樣說 有些是 譬如我和你合作的 記住我不是說 現在租了這裏100萬 而是我和你合作 Kelvin是值錢的 你明白嗎 以為是一個rerelation 很多人都不懂得去計算 譬如我是一個廚師 我二十幾年經驗 找班底找我什麼都可以 你和我夾100萬 難道會有50萬嗎 難道你和劉德華夾開間什麼 難道你叫劉德華50萬 不可能 每一個要懂得計算自己的rerelation 譬如你自己的品牌 你有沒有註冊 你在行業的力量 你的network 你是不是會的主席 你的知名度 這些還有很多優惠 養了20個左右 這也是一個合作的 你建議所有和別人合作 先講分手 再合作 股權協議書 股東協議書是很重要的 股權協議書會寫什麼呢 權責你 權力 大家去到哪裏 或者有些是你持權的 有些是我持權的 我持權的 我持權的就是我搞 你可以給意見 如果寫了之後他不搞呢 那就開股東協議 你違反協議了 沒錯 如果你擔心的話 譬如每半年大家再review一次 第二天責任 即是你揹的鑊是什麼 你知道你揹的鑊最盡去到多少 你就會盡力去做 無限鑊揹的 今天幫忙一下 做壞了 又是你揹我的鑊 不清楚就很麻煩 最後就是利益分配 什麼時候分錢 分多少 分完樓多少 或者譬如我 不好意思 我過了生 突然間明天我老婆和我哥哥都來 他說他要拿 你應該給我老婆給我哥哥呢 你明白嗎 譬如我哥哥說我要坐鑊 這些全部都要寫下 譬如我們很怕創業的人 尤先生我搞什麼 尤其是在大陸的餐廳 在大陸 很棒的 你投吧 不要說他騙你 真的無心騙你 這個例子其實不是我 我一個好朋友 他親哥哥在大陸有餐廳 他做好 他年輕 心紅 他沒理由開一間 開兩間 兩間變四間 這次何時回來 好了 開了四間之後 經濟不好 可以輸錢 可以夾錢 你八年來都不分錢 不斷開 然後一輸錢 就叫我夾錢 那我何時見家鄉 這個我想很普遍 現在沒有人再玩這種概念 第一間茶餐廳 開了之後 拿賺了的錢 翻了本再賺了錢 開第二間 然後兩間賺的錢 開第三間 沒有人這樣做 你最後有沒有錢 只會集資 你最後從來沒有錢 沒有 我們這些投資會生氣 有沒有搞錯 另外有一些是香港的 不要說名字 可能他自己出來 我有知名度 他找我夾 我夾了之後 就開了這間 其實是輸錢的 但是別人知道我夾了 或者上了報紙 他就不告訴我 就用我的名字 或者用你的名字 就引人家 你看看 我們在那邊開 但是他不讓我和你認識 就是我們認識我們的 然後他那邊有一個group 這邊有一個group 開了四五間餐廳 他自己是一間consulting company 你賺錢不關我 我覺得這一點騙人 潮流現在是輕資產的 其實你追 實實 實虛 虛實 虛虛 四種之中 最難賺錢就是實實 5元入貨 7元賣 賺差價實到沒有實 反而你剛才說得對 譬如開茶餐廳沒有錢賺 做抗收過 那個屬於虛 半實半虛 那個可能有錢賺 他自己賺錢 你博 虛虛的就譬如比特幣虛虛 金融的偏向有虛實 但你覺得是否有少許道理上 有些不對 因為沒有不對 如果他講清楚 你自己愚者上吊 這樣說 生人是一個不公平遊戲 你要貪 懂得貪 要懂得聰明 知識和資訊 這兩個是極致 你知識不夠的話 你知識不夠的話 其實你也是沒用的 你不要貪 你一天踏實 但大部分人都會說 一件事 他覺得他已經夠了 我不用上課 資訊就開始不流通 以自己一個圈裏 要討皇帝 以為自己很厲害 你有時都會去美國 看看那些倉的展覽 要知道的 有沒有用 不知道 至少也會死 變來變去的 很重要 我們是貨倉 我們那個行業算是變得慢 也經常變 對 所以這兩件事是幾重點 如果他能夠這兩件事夾到 在虛實的世界裡 他就會懂得磨到自己 如果很實的東西 一定要有虛的價值 否則賺錢賺太慢 你買一個花瓶 難道你計算材料 就要3元 但不是 你買一個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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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虛的 你如何虛實之間 拿一個穩率 這個就是生意的一個節奏 跟夥伴合作 就一定要分好股權債 這個問題 還有就是有錢 錢和力 以及怎樣分辨 不要5050 之後這間公司 我見很多人都是 一腳踢自己跑 但就不理會伙計 我經常主張 你這間公司去到十個人八個人 就要決定 要不就要回來管人 不要推銷東西 要不就要推銷東西 請一人管人 你兩邊做不到 做一個老闆 永遠一定是抽離 每一個做老闆 都一定要做一個功課 例如那裏搞不成功 可以了 你一專注了 你就抽不來 就看不到大局 一定是這樣 我們就是這樣說 例如有一個老闆 有公司有個同學問 如果萬字架在哪裏 你們不知道 等我找 萬字架 你如果連萬字架都能找到 那你真是一個不太行的老闆 永遠要懂得用說話 令到別人去行動 對 這是一種 motivation 很重要 你剛才跟我說過 有些人只會管六個人 有些人只會管六百個人 其實分別在哪裏 我問過你說 如果他進修一下NBA行不行 你覺得也不行 如果以現在的速度 就不太行 不夠快 現在是以快打慢 如果以阿成哥的世界 就是以六打六 永遠就是六個 再生六棵樹 六個再生六棵樹 這樣就可以獎勵 永遠自己統領的就是六個 一生都是支持他的人 最得的人 不得的人 總之換了六個 就是一生支持 而每一個 就再找六個 那整棵樹 就很實正 情訊管很重要 例如六個人 誒 那些伙計 激到我吐血 那天好像聽到 他不會讓六十人來 因為你的格局只有六個人 六十個人 即時死亡 這是你的格局有多大? 以前我 即我又要說出事前出事後 其實人們經常叫我不要提 但因為我自己 不,你都突然出發 但我人變了很多 以前我都是很手上的 即你說螺絲那樣 我當然不知變 但有時同事做得很猛 我都會猛疹 我不會我理 但我會轉人 我會試這件事 試那件事 即我會很控制 而且我不會給高人工 一個GM試一些東西 第一怕 如果他做不到 就浪費了我的時間 浪費了我的錢 我寧願請一些 人工低一點 即使可以做到 我可以更換 我經常覺得 我自己瓶頸了 那些人提過我 你請回一兩個霍建靈 你沒有這些人 你怎樣上 但是我出事之後 我外來因素 銀行很多東西都逼我 那我就覺得 我這麼辛苦 最後都要我拆掉它 再興建 我不辛苦 你真是 那我反而 我不是不理 我就找人搞 我給多一點錢 我找人搞 你搞定就搞 你搞不到我就縮 因為你多一點就有要求 反而我覺得 行不行我都未知 但最少我自己都可以放開自己 以前每一做的事 即看這件事 又看這個風扇有沒有流水 我不是自己看 但我要看報告 這個磚頭又不用維修 我現在什麼事都不理 那些人打電話來 我退休了 我退休了 你不是老闆來的 我是Shareholder 你問一下GM 但有很多人會怕GM隨時走 其實如果你用這樣的話 你永遠複製不到自己 是的 我發覺我現在 如果這樣的話 就算我時槍搞得多大也好 我有時間可以搞第二台時槍 第三台時槍 因為我不是主人 是另一個模特兒的時槍 其實抽身很重要 今晚給你一個功課 好 給你一個功課 就是怎樣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把自己的時槍打倒 嘩 你經常給你這個功課 不是 我是高級班 但你這些 你說笑 我絕對不是高級班 想個商業模式 其實很老實說 我們時槍成功 很多都是因為地產和公額升得這麼厲害 你說是吧 這十幾年的 真的 我亦都有一個正確的決定 就是不斷買樓 搞這麼多電腦買樓 什麼房子 做物流 請人 什麼程式 什麼程式 全部自己搞定 買樓 最多便宜些給你 真的不要煩 買東西是湯 但是管理藥術 我都覺得是差一點 不如我們繼續去那邊再談 可以 謝謝 謝謝